近来平平发生了天坑案件 民众人心惶惶的 没有想到在新竹市的和平路 20巷 21号下午也出现一个天坑 大约是有一辆车的面积 由于旁边就是建案 让附近的居民非常的忧心 目前市政府已经勒令停工 必须要确保相关的支撑跟止水之后 才能够进行复工 好不过呢 这个基泰建设 在台北市大直都根案的工地 发生严重的损灵事故 到现在已经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咯 之前还传出工地有下沉的状况 引发附近的民众恐慌 经过技师勘察下沉的状况不明显 不过呢 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 有特别提到了 他现户每天大约是以万分之六的比率 呈现倾斜 有技师特别提醒 受损民宅的危害程度非常的大 如果遇上地震等等不确定因素 那么造成的损害将是没有办法预期的 也就是说能够拆的 就必须要赶快拆掉 好 当然呢 发生了这个争议事件之后 我们再来看到昨天晚间呢 是再度开了协调会 协议针对25户必须强拆的灾民 在动产的部分 给予每一户50万元的赔偿 但是呢 受到零损赞助旅馆的住户 原本基态的承诺是 在房屋修缮完成之前 会负责补助安置费用 没有想到呢 晚间的时候又把这个责任 推给了台北市政府 因此都发局严厉谴责 根本就是敷衍了事 机态建设严重施工意外 造成零房下限 25户重灾户必须拆迁 21号晚间召开机态与住户间协调会 市府初步规划给予受灾户物品损害赔偿 新台币50万元 动产所有权能的部分 那可以先领50万的基本的赔偿 目前有15户接受方案 最慢下周一就可拨款到账 至于租客部分购买所需家具家电 可在50万范围内时报时销 不过这50万得和房屋所有权人 共同协调才可领取 不少民众痛批 机态根本没有诚意 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我的地下室被粪水泥浆淹过去 根本没办法举证 风鲜免你给我到我的地下室来 采得粪水帮我把东西捞出来 此外市府要求机态在拆除前 必须以摄影的方式 介入住户损失情况 引起民众质疑 根本求援兼裁判 机态是把我房子弄坏的人 结果你今天要找机态的人 进来帮我收证 而且这50万到底是补偿还是赔偿 像我妈现在每天晚上要吃安眠药 才可以睡觉 这工资太可恶了 不仅无法入眠 现在甚至连睡哪里都是问题 除了重灾的25户 还有其他被撤离的灾民 市府安置期限直到22号 机态先前承诺 房屋修缮完成前 将会补助撤离住户安置费用 没想到他们又再发声明 若市府认为住户仍有 续住旅馆之必要 同意市府拨动专户1亿元款项 将安置责任回推给市府 督发局表示严厉谴责 误完两面手法 要求机态负起责任 灾民家园冲建之路 恐怕还有号参一段路要走 接下来 黄天要饭亚桥台北报道 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 严重的追撞事故 当时有一辆连结车的驾驶人 先是冲撞了轿车 之后再冲向货车 造成有五车连环车祸意外 有一个人没有呼吸心跳 四个人受伤急救送医 好 详细状况 把时间交给记者郭宇轩 好的 主播可以看到 现场大货车连结车 以及轿车撞成一团 车客零件散落一地 由于车头扭曲变形严重 连结车的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消防还得出动破坏器材 花费半小时 才终于家人顺利救出 这起严重的车祸意外 就发生在国道1号 南向349.4公里 21号深夜11点14分左右 一辆连结车行进该处 不明原因追撞前方一辆轿车 导致轿车失控冲向路肩 而肇事的连结车 又往前追撞另一辆大货车 导致大货车再追撞另外两辆连结车 最后五车撞成一团 而连环撞的车祸意外 造成五人受伤 其中一人无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抢救 而现场封闭中线 以及外侧车道 紧急排除路况中 至于肇事原因还有带理清 以上贼心直播 国道3号北上144公里 也就是苗栗的通宵路段 凌晨3点钟左右 有一辆连结车疑似因为精神不济 追撞前方的大货车 大货车失控冲破了护栏 掉落右边的边坡 连结车再度冲撞了内侧的护栏 车头是浑水的 紫车翻覆 车厢破裂 车上的货物散落 南下的内线跟中线车道 至于南下两辆自小客车 因为闪避来不及 撞上了掉落物品 北上车道也因为这起事故 一度权限封闭 造成了三个人受伤送医 都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车祸发生的原因 现在还要进一步调查入侵 高雄的罗姓夫妻 遭到楼下的邻居持刀杀害 留下了一对小兄弟 21号这一天是他们的头期 死者的父亲悲痛写下签字文 而且还透露 儿子很孝顺 买给他的灵骨塔 没有想到是先让他们夫妻俩来使用 他也感叹人生无常 至于小兄弟则是用笔 画出对爸妈的思念 让人比酸 父母亲躺在冰柜中 旁边还站着哭泣的孩子 还有母亲身受重伤 倒地不起的意象 高雄夫妻惨遭楼下令人杀害 21号是头七 目睹惨案发生的小兄弟 用画笔描述内心世界 看了令人相当不舍 奶奶更是忍不住哽咽 事发后两孩子情绪相当压抑 更抗拒父母已经离开的事实 告诉爷爷奶奶和社工陪伴下 才渐渐释放悲伤情绪 随着而来的创伤症候群 也更加明显 男同外公谈起惨案 仍旧悲愤不已 哨音节不是我的女儿女婿 画出了 整栋大楼的人都知道 我的女儿女婿 为人都相当良好 两个小朋友又很乖 情绪难以控制 死者父亲更写下签字文 文庸提到原本儿子和媳妇 给父母准备的塔位 没想到是夫妻两先用 看了令人相当鼻酸 小兄弟奶奶 则一想到自己年事一高 就很担心 小小的孩子未来失去依靠 究竟该怎么办 我已经是落日了 可是孩子是要刚升起的 其实我现在最微薄的希望 就是孩子平安的 好好的长大 不要因为这个冲击 他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坏人 不希望孩子的未来 连温饱都成问题 社会局也拍社工陪同 更创立捐款专户 希望透过小儿捐款 让小兄弟未来成长之路 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既然黄天药 范亚 高雄报道 太阳新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新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新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